台湾女星隋唐经常在她的社交媒体秀恩爱,向大家撒了一把狗粮,以身为人机的隋唐,而女双全,跟老公,也是甜甜蜜蜜,恩爱有佳,她也经常在社交媒体上,分享家庭上的种种趣事。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隋唐的幸福,隋唐,一个台湾的名墨,同时也是林志玲的师妹,虽然名气没有林志玲大,但是她的身材和颜值都不输林志玲,但是感觉她就是,一直活在林志玲的阴影之下,隋唐因为身材和长相都挺出众,这些年也有出演过一些影视作品, 和明大合作的偶像剧《爱情魔法师》,还有赵又婷,张之明一起出演的剑影几次英雄,还凭借犀利人其中精彩的表演,而获得了2010年第46届金钟奖最佳女主角提名,都说模特是花瓶, 但是隋唐却用自己的实力推翻了这个说法,对于内地观众而言,最熟知的应该就是她和黄小明,周旋一起合作的撒娇女人最好,你,凭借一个撒娇的技能,把志中的黄小明迷得团团转, 也让观众见识到了她前交败妹的女人魅力了,2015年闪婚的隋唐嫁得好,丈夫是一个富豪,家庭幸福美满,她的一生儿女,也是茫茫大学本无数, 但是相比林志玲,却还是孤身一元,虽然之前有报道传出过她的恋情,传出她的获选,但是都只是捕风捉影,相比之下,隋唐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宿,也活着自己的生活,也不用再活在林志玲的阴影之下了,早前还有报道说,她甚至超越了林志玲, 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颜值与身材并存的台湾第一大美女,难道真的要把林志玲比下去了,估计现在的林志玲,也是很羡慕她的吧?